战列舰的甲板应该跟坦克的顶部装甲一样 要越能扛揍越好啊 诶 可他为什么要用木头呢 你看这些照片啊 气派吗 是够气派的呀 但气派就能挡住406毫米粗弹头的轰击吗 气派就能改变木头它毅然的天然属性吗 气派它就不会发霉腐朽吗 诶 别说 这些还真能办到 我是百个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战时 战列舰和航母上普遍使用的木头甲板 首先 诶 它为什么要用木头呢 难道用更加坚固的钢材就不香吗 答案其实很简单啊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就是它导热慢啊 可以非常有效地防止在太平洋的烈日下 直接变成太平间 把甲板下面的水冰给统统烤熟了 诶 想象一下夏天里面停在露天的汽车 不开空调你转得进去吗 诶 可在那个年代啊 战舰上的空调呢 还只是些吹过凉水的风扇而已 诶 是不是凉水还不一定呢 所以就要尽量从源头把热给控制住 诶 相比起金属啊 木头的导热速度 当然就慢上很多了 另外 航母不仅要照顾下面 还得要同时照顾上面才行啊 在热带地区甲板表面的温度呢 轻松就能上到60摄氏度 飞机在这种地方停久了 起落的时候呢 非常容易爆胎 所以用温度较低的木甲板呢 就更为稳妥了 诶 用木甲板的第二个优点啊 是它重量轻 早期的航母普遍存在重心偏高的问题 而减少甲板的重量呢 是能够提高舰艇的驶航性的 这对于需要起降飞机的航母而言 更是十分重要了 诶 第三点啊 使它更防滑 钢铁甲板再怎么防滑处理呢 还是没有木地板防滑性能好啊 在复杂海矿上更是如此 以前海战开始前呢 舱室内或者是站位上 没有木甲板的地方 都是要提前铺上沙子的 怕的就是滑倒所带来的战损了 第四点啊 是相对较软的木甲板呢 比较能够防磕了 尤其是在晒炮弹的时候 战略剑呢 是需要定期的把主炮用的炮弹 摆放在甲板上 亮晒防潮的 这玩意儿又大又重 一个稍不留神 手滑留下来 磕到甲板上了 你是心疼甲板好呢 还是心疼炮弹好呢 还是我 宁愿心疼甲板啊 因为它变点型 没啥关系 但炮弹要是变了型 轻则射击时失去准头 重则容易卡在炮管里面 发生事故 木头是不是又要比钢铁更好呢 还有最后一点啊 它方便维修嘛 轻一点的稍微打磨一下 就光洁如粗了 重一点嘛 也是坏了哪块就直接换掉哪块吗 怎么的也要比变了型的 钢甲板来的容易许多吧 有的航母呢 甚至是没有装甲防护的 甲板下面呢 就是一层横梁 遇到被砸坏的情况 只需要把下面的横梁修好 重新铺上木甲板 就可以正常起枪飞机了 真正实现了秒复原啊 你说在战场上 这是不是一种优势 好了 但它毕竟是木头啊 难道不会更加易燃 也更加容易被海水腐蚀嘛 哎 那是便宜的木头啊 这个可是需要生长半个世纪才能成材的幼木哦 是个绝对的奢侈品 穷国用不起 富国也只舍得把它用在自己最高端的主力战舰上 幼木的特点是 浮力足 耐浮是海驱虫 因为它天然就含有硅元素 所以既不怕海水浸泡 也不怕太阳暴晒 甚至还不惹船区 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在船上服役 就连铁钉都已经被时间傲来秀烂了 它还依旧风华正茂啊 1980年 当美国海军准备重启 已经停了十几年的新泽西号战略舰时呢 决定对它的一些木甲板进行修复 但是考虑到用木既贵还必须要进口 所以干脆就想了一个省钱的招 使用复合木甲板 上层大约两厘米呢 还是使用优木 但是下面的五厘米却用冷山木来替代 钱的确是省了啊 但是几十年过去 它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当上面的优木还没啥肉眼可见的变化时呢 下面的冷山木已经完全绣成了渣渣 还是要整个换掉啊 可见优木耐用可不是盖的 而且也挺耐火啊 一是这些优木呢 都是经过了防火阻燃处理的 二是就算是烧起来 也不可能一烧一大片嘛 铺起来还是相对容易的 好了 理由呢 大概就是这些了 最后给你留个问题 你说甲板上可以铺上木地板 隔热降温 但是泡塔上面呢 泡塔顶上也是要铺木板的吗 要是不铺的话 靠什么来降温呢 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火拳树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